今天我們會討論和言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甚麼是和言 一級我們會學習主三和言 晚點我們就可以看一看 Bye Bye 好 今天我們會討論主三和言 英文叫做 通力菜 其實我們先不要理會他是不是主三 大家可能會經常聽到和言和言 究竟和言是甚麼呢 和言就是要由很多音三個音或以上 組成的一套的音 它就叫做一個和言 我們今天說這個主三和言是甚麼呢 說明是三 今次就有三個音 這三個音又會放在甚麼呢 其實這個主三和言 說明是主 在一個音加裡面的主音 就是第一個音 譬如我們以C major為例 C大調為例 C大調的主音 就是C 所以就是主三和言 所以就是主三和言的主音 這個主音就叫做通力 好 接著之後 我們要上去 以這個主三和言 我們齊格 一個的三度就上去一格 就是C E G 大家要留意到 C E G 全部都是穿著線 這個就是一個主三和言的特性 就是全部都是齊齊齊 就是線線線線 或者間間間 這樣去進行 好 那第三個音 這個是C major的第三個音 就是E音 C E 上面是G 那第三個音 我們給它的名字 就只叫做3rd 接著這個就是5音 就是5 好 那這個是C major 我們在一格裡面 還學了G major F major 和D major 我們現在就嘗試用G major 又找它的主三和言是怎樣 同樣我們也要先找了它的主音 就是這個G 然後我們就要繼續找上三度 就是上一條線 這個就是B 然後再上一條就是D 其實你自己 如果都是同樣 都是好像陰情一樣 都是要去看陰形的 就是一看 你就知道它是主三和言 好了 其實在一格裡面 因為我們始終都只學了四類 四種的大調 所以主三和言 其實你只要認熟了那四種大調的樣子 那個主三和言的樣子就OK的了 而在一格裡面 主三和言 永遠都是以這種方式拍裂 所以其實一格裡面的這個和言 其實是很簡單的 好了 那這個表就總攬殺 我們是一級學的 四個的主三和言 也都總攬殺 我們全部學了的不同的時會了 好 下次見了 拜拜 好 下次見 好 下次見 好 下次見